台东的资本国小为了提高学童运动安全及使用效率 特别写计划向体育署争取经费 兴建了风雨球场 在立委刘兆豪的协助之下 获得体育署核定了补助540万元 虽然历经两次流标 不过在14号总算是顺利动工了 立委刘兆豪也感谢体育署及县政府的帮忙 让学童可以有更好的运动场地 台东县资本国小为了提高学童运动安全及使用效率 计划新建风雨球场 向体育署争取相关的补助 立委刘兆豪也积极协助 最后获核定补助540万元 为了让资本国小的师生有一个更好的教学及求学的环境 文校长一直希望能够在资本国小能够来设立风雨球场 我们就来协助资本国小争取相关的经费 那在去年已经核定了540万元的经费 不过因为在招标的过程当中经过一些时间 但是我们很开心最近已经顺利的完成招标 并且在前几天正式的动工 我们相信这540万元的经费的益助之下 让资本国小有一个安全舒适的风雨球场 那不会受天后的影响 必定能够提升相关的教学环境 以及教学的这样的品质 那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起的努力 那赵豪也扮演好在中央的 在那个角色跟地方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台东的环境能够越来越好 刘正好感谢体育署及县府的支持与协助 让工程顺利动工 也期盼未来完工后 学童有更好的运动场地 提升运动教学的品质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